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海石见证了前海特区多年来的变化 由原来的一片泥泥地经历大规模田海工程 去到今日建设成为15.8平方公里大的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面积相当于80个维多利亚公园 根据发展蓝图 前海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枢纽 多条主要干渡和铁路都会连接或者洗经前海 包括六条铁路以及连接中山的深中通道 会以前海作为落桥位 预计在2024年落成通车之后 为大湾区的交通运输打通脈絡 前海合作区利用毗伦香港的优势 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当局并且向在前海注册的合资格企业 提供15%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政策延续到2025年 除了金融方面 2014年开完的深港青年梦工场 是青年人可以将创新梦成真的地方 还让2021年9月宣布扩大前海合作区的范围 由原来的15平方公里扩展到120平方公里 将深圳市的高科技、港口、机场发展成熟区域 纳入扩容后的前海之内 等前海合作区成为深港结合的连结 大幅强化前海合作区的基础 前海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 加快科技发展和创新 香港可不可以受惠呢? 今次前海合作区扩展后 面积相当于港岛、九龙面积的总和 高科技区、港口、机场等方面加强规划 前海可以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 提供多一个重要的福地 香港的发展空间大了 有助疏到香港土地不足 制约产业发展的问题 同时前海方案提出 要为港澳青年在前海合作区 学习、工作、居留、生活、创业等提供便利 截至今年6月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已经枯发200多间香港的创业团队 可以预见 合作区内会有更多 可以给港人选择的职位 亦都为本港年青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